女大就十八便 那兒子大呢? 或者35秒便 我們收到風 說這位搭過景巴過珠海澳門 但是違規 12歲以下小童八達通的 15歲囂張兒子呢? 原來是慣犯 其他司機之前都見過他這樣 做人媽媽都不知道 香港巴士的學生優惠 取消了35年 莫非他們是由上世紀80年代 穿越到2023年? 不過有後果的 並不是這兩母子 而是捉他們的司機 有傳運輸署去信巴士公司 要求處分車長 想知道為什麼?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本片是由 SR Express 贊助播出 買優質電話、平板 以及電子配件 認住這張貼紙 畫面上的QR Code 去經銷商看看 原來早在1971年開始 公共交通機構如果提供學生優惠 可以向政府Claim一筆錢 所以當時幾間巴士公司 都有出過學生半價優惠 政府在1981年開始 還出了官方證明 給12至25歲的全日制學生 拿正牌半價 但審計署的前身核數署 在1985年出過調查報告 說政府這樣貼錢 是拿公帑 資助沒有經濟困難的人上學 反而令經濟最困難的人 拿不到全額資助 還會令人 難用半價優惠坐車出去玩 政府之後都覺得 因為市民的收入已經明顯改善了 各區的學校又起多了 還山長水遠搭車上學的人 已經少了很多 所以由1988年開始 不再貼錢給公共交通機構 搞學生優惠 反而直接派津貼給學生 到了1991年 還審查他們的家庭入息 才派津貼 而公共交通機構 因為沒有了政府包底 很多自1988年開始 就施了學生優惠 即是說來到2023年 已經施了35年 唯獨當時的地鐵和輕鐵 基於商業考慮 才決定自己出錢繼續做 學生不可以用小鋒筋嗎? 喂呀姐 就算你的寶貝仔 拿著把小鋒和八達通搭港鐵 都違規了 因為別人的學生半價 是要拿申請學生身份的個人八達通 才有的 法例規定 乘客如果不誠實逃避應付的車費 最成的話 最高罰款5000元和監禁六個月 巴士公司就說 因為對母子最後都給夠錢 不打算報警追究 但就算想追 也不是禁意的 你一定要證明 他明知故犯 他不是誤解了這麼簡單 在法律上 每個人 只是對自己所做的事 有一個責任 除非有證據顯示 他們兩個 是串謀犯法 否則 你證明不了家長 是知道 或者是 我們叫做 東沖的學校 本身收了不少跨警生 而這間過警巴 正正就是由東沖出發 據了解 有司機見過區內不少學生 好像這位15歲仔 違規拿小童卡給半價 有傳其他司機還認得出這對母子 是慣返來 控方提出這樣的證據 還是對這個小朋友有利 我們不知道之前 他有沒有人警告過他 有可能車長放他一晚 他就以為可以 他繼續用這個方法 他又不能夠說他有不成的意圖 反而這件事最竊章的 就是司機 事關運輸署之後收到兩宗投訴 消息說 他們都是投訴這位司機的服務 有傳儲方在封轉介信道 說明要巴士公司處分司機 不過運輸署跟我們說 他們只是按程序要求巴士公司 調查和跟進 會視乎調查結果 再考慮是否繼續跟進 新大如山巴士公司就說 他們在案發之後5天收到運輸署封信 要求他們解釋和跟進 之後訓事了車長 要他必須時刻以禮代客 保持良好服務態度 他們也會向全體車長加強這方面的培訓 避免同類的事再發生 公司還說 如果這件事令到相關乘客不愉快 他們僅此自怯 大家又怎樣看這件事呢? 不妨留言討論一下 想支持Channel C繼續出片 除了CLS 還可以低至每月38元訂閱我們 買我們精神設計的傘一樣可以 下次再見 請看 CL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